男嘉宾小和23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李24岁 同样来自山东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应该是同学是吧 对 大学同学 现在连近毕业了 考了有一年多了 小片里把主要问题都说了 对 真是那样吗 真是那样主持人 您举几个例子 例子感受不到 例子太多了 大约是从去年 我们两个一块出国玩 那个时候他父母加了我微信 那时候说好了 我们两个人一块去韩国 然后那天到了机场 我一看他爸他妈 还有他表妹都在那 然后他妈说加我微信 然后顺便带着他表妹 一块去玩 我当时还觉得挺好 不是 关键问题是咱俩计划的 就是咱们两个 那带你表妹算怎么回事 问题我表妹高三刚毕业 她正好没有事 带上她还能体现 你会照顾人 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 我心想给我一个表现机会 就带着她去呗 结果去了之后 我就发现 她表妹就是她爸妈 安插着我们身边的眼线 说好了那天 往一块带你去看夜景 然后不带你表妹 结果呢 还没能出门呢 你妈微信发过来了 这么晚了不能出门 那太危险了 韩国什么什么不安全 我妈说的也没错 当时因为我俩是自由行去的 然后我俩语言也不通 当时已经十二点多了 我妈当然担心了 而且你把我表面 自己放在酒店里 它肯定也不安全 我本来计划的好好的 结果蹦机也不让去 看夜景也不让去 一星期七天 全在那逛街了 什么都没干 我就觉得在国外 是担心我们 这可以理解 那回了多之后 我妈关心关心我怎么了 你又不关心我 我怎么不关心你了 那你妈对我关心的 太多了吧 我都回了学校 我在学校里面 跟设友出去吃个饭 这多正常的事 她告诉她妈 然后让她妈 把我大半夜给叫回去 是这样吗 怎么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当时宿舍 门禁是十点半 然后我十点多 跟她发微信 你回复我了吗 我当时跟你说清楚了 我们是要出国留学了 然后那最后一顿饭 多陪她玩会怎么了 而且我都跟你说好了 你跟我说的时候是五六点 十二点多了 你还不回去 这是什么意思 那你也没必要告诉你妈呀 结果我在饭桩吃饭 她妈给我发微信说 你怎么还没回去 我当时 我妈也是担心你呀 我妈都没担心我 你妈干嘛担心我呀 你妈那是不知道 第二天你还有课 十二点你还不回去啊 我都跟你妈说了 我说阿姨 我一会就回去了 你别担心 我又不去干别的 结果她过了一会儿 十几分钟吧 给我发微信 要跟我视频聊天 当时是因为她跟我妈 发那个语音背景 就特别嘈杂 一听就是她还在吃饭呢 但她跟我妈说 她已经回去了 所以我妈才说跟你视频 并不是特意跟你视频好吧 怎么不是特意跟我视频 她就是想看看我 是不是在宿舍 我那时候跟她说 对呀 就是想确认 你是不是安全啊 我说我说那个阿姨 我们宿舍男生都脱衣服 准备睡觉了 咱就别看了 改天再聊呗 结果她妈说 让你叔叔跟你聊吧 你们都是男人 看了也不要紧 那让我怎么说呀 然后没办法 我就把我室友全扔在饭店 然后我一个人跑回去了 那么晚了 你回去也是应该的呀 应该的 现在倒好 只要我跟我室友一块出去 你打电话 她就说 是不是你未来丈母娘 给你打电话 他们想有未来丈母娘电话 都没有呢 是 只要跟他们一顿 一块出去吃顿饭 立马就说什么 你这次不用跟你 未来丈母娘视频了 我怎么跟我室友出过以后 你跟我妈说话 那态度我也不愿意呀 我什么时候跟你妈说话 态度不好的呀 因为视频这事 我妈后来再跟你说话 你都什么态度啊 关键问题是 哪有这样的事 你说让谁探上谁不烦啊 还有一次 那个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们期盟考试的时候嘛 老师找我们 讨论一下题目什么的事 我俩被分成两个组了 我们那个组结束的早 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 我说你在哪呢 他就不回我 然后我给他们 一个组的同学发短信 人家说早就结束了呀 然后五六点 我心思他干什么呢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他能摁死 但是他就是不回我 我之前跟你说了 我们那导师 包括单独留下 跟我谈话了 那我不能当着他面 跟你见呀 而且我都跟你说了 你就放心就行了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你妈 我就特不明白 那不是特意告诉我妈 我妈正好给我打电话呀 然后我就跟她说了 我担心你找不着你呀 是你妈只有给我打过电话来了 我也不能不接呀 我就说阿姨 那我这有事 我跟老师说事呢 然后我一会给您回过去 你当时这么说呢 我妈当时还没说完话呢 然后就是担心她 关心她嘛 然后她直接说了去 我还有事呢 然后就直接挂了 也没说到底为什么 你确实有事 那我不能当老师面 跟你妈聊天呀 她还怪我晚上的时候 跟她生气了 我觉得这就是她的错 好好好 这事咱们能翻篇了吗 你觉得她是跟你谈恋爱 还是跟谁谈恋爱 跟我谈恋爱 好 那就行了 咱们说点你们俩之间的事 把你妈忽略了 你们俩吵架吗 吵 你们俩为什么吵 首先就大约因为两点吧 一点是因为她觉得 我对她不好 各种猜我 第二点就是因为她妈 你别让我联系得傲你 不是 她对老师我不关心她 我什么时候没关心你 我对你关心还少吗 还要怎么样啊 就我经常就联系不到她了 怎么联系不到了 我每天下课一块吃饭 然后你实习 我还得下班去接你 你还要怎么样啊 你快别说下班这事了 就是含假快放假的时候嘛 我不是实习 然后离着我们学校很近 她一般都去接我 然后我俩晚上一起吃饭什么的 结果她有一天跟我说 说她有事不能去接我了 那天还下特别大的雨 我现在她有事就去吧 说不定就是导师什么的事 结果仍然可得好 跟女生约会去了 你能把话说的 不是跟女生约会 我说了 我也有实习单位 然后我就跟那单位上的同事 约好了一块吃饭 有男有女 在她那儿就变成 我跟女生单独约会了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就是她那个 这个含假的时候 她爸妈带她去相亲 你看她老是把话说成这样 什么样相亲 什么时候相亲啊 她爸妈知道我的情况下 她爸妈带她去相亲 对 她爸妈知道我的情况下 而且我有她爸妈的微信也 不是 然后她爸妈就直接在那个微信朋友圈 传她和那个姑娘的照片 我觉得要是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传 她跟别的女生的照片 什么叫相亲 不是 主持人是这样 我爸妈的朋友的女儿 因为我学习不怎么样嘛 她就说人家的女孩很优秀 在国外上学什么的 跟你聊聊 你长点生心心 他们怎么不带朋友圈传咱俩照片 谁说你不优秀了 这不是说那事吗 再说她 你是我女朋友 她优秀不优秀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接着说 往下说 然后我回来之后 她就说 你爸妈怎么回事 有你爸妈这样的吗 什么 明知道你有女朋友 还带你去相亲 然后我跟她解释半天 我说这不是相亲 咱就算她这次是 就只是普通朋友吧 问题是我后来 看她手机定位的时候 她又去人家姑娘家两三次 你还看她 手机定位 她也看我手机啊 我是一点事没有 反正 那龙公也就两三次 第一次不就是去吃个饭吗 那第二次呢 对啊 第二次就是过年 然后就去树家拜个年 对 送点东西 那第三次呢 问题是她拜年的话 应该是她爸妈去吧 按她说的又不熟 那她还去第三次 那天我爸妈正好有事 然后我都这么大了 说第三次为什么去 去给人家送点东西 哪有第三次 再说我跟那女孩 也没关系 没关系 你后来又加人家微信 人家每条你都点赞 什么意思啊 现在这个时代 那认识不认识的 都好加个微信 这不习惯吗 加就加上了 你老给人家回复 什么意思啊 那我就是点赞狂魔 然后我就喜欢 给人家点赞这不行啊 好好好 她告诉她妈说 我有两个特别好的发小 然后让她妈跟我说 那你是不是有吗 让我跟人家 我是有 关键问题我也没什么 她妈非要让我 跟人家断绝来往 那我都跟人家在一块 从小长起来 那么多年 说的是断绝来往吗 她怎么回事 她那个 也不是我告诉我妈的呀 她当时朋友圈发照片 我妈也能看见呀 然后她跟那姑娘 都搂到一起去了 不怎么就搂到一起了 爸小也不用搂到一起 把她拍个照片 那不就拍照 靠得近了一点吗 拍完照 我们就分开了 那她就觉得 这种事就无所谓 那谁知道 你跟其他姑娘怎么样 那你也跟你的男闺蜜 发照片 你怎么说 还是情人节前夕 就今年情人节前夕 跟发什么 跟男闺蜜的合影 那我能不生气吗 就因为没有事 所以我才敢发呀 我跟我发小也没有事啊 关键你跟我解释过 你也没解释呀 是吧 然后第二天过情人节 还怪我没送你礼物 那我那么生气 我怎么送你礼物啊 我大早上起来 跟你说话 你搭理我了吗 那我不是在生气吗 允许你生气不理我 我都已经主动跟你说话了 你还不理我 我不理你 那你就等一天怎么了 那你也没必要 告诉你妈呀 就一下子 一天都不联系 小姐还选在情人节那天 那谁让你发那种照片了 然后她把这事告诉她妈 她妈来质问我 为什么不给她情人节礼物 这是父母有掺和这种事吗 你觉得家人可能会问你礼物的事吗 是因为礼物吗 怎么不是礼物啊 我也不是没给你看过 那聊天截图 你看你妈说话多难听啊 那是因为你平时跟我吗 有聊天记录吗 这不就是聊天记录吗 她这都是片面之词 我怎么片面之词 你妈每次说什么 都长篇大论的 然后你就是这样 说什么我以前也不送她礼物 说我跟她说话 总是带情绪 怎么怎么样 我还 对啊这不说了吗 多过的东西 都比不上你一个人心啊 我心怎么了 而且就因为这事 我说完之后 刚抱怨完 结果她又把责任推我身上了 说我跟她妈说话 态度不好 我怎么又态度不好了 就是态度不好 她最后我妈跟她说的很长 她就只回了省略号 就没有了 不是你妈说那些 我都无言以对了 我只能发省略号了 就高冷的 不行不行的 不是谁高冷了 谁让你妈老是掺和 咱们两个之间的事 这事跟我妈没有关系 咱们两个人的事 你妈就老是说什么 我上次七夕 没送你礼物 我哪次 我不送她礼物 也不行 送她礼物 也得挑毛病 送了那么多次礼物 没有一次满意的 姑娘 你是不是大事小情 都跟你妈说 因为我妈 基本上每天都跟我打个电话 并不是说 是我刻意地告状什么的 就我 就把一天事叙述一下 那我很好奇地问问 比如说你跟她拉手了 你会跟你母亲说吗 不说 那为什么不说呢 你不是大事小情 都跟你妈说吗 因为 有点尴尬 所以只说 她不好 是吧 也没说 她在一起地固好的你一般 是不说的是吧 不怎么说 那还是不说吗 那你在朋友圈发了什么秀文爱 肯定妈妈也能看见 你们秀吗 偶尔秀 还想在一起吗 想 不存在异地的问题吧 暂时没有 我们在一个学校上去 我是说毕业之后 那个说不准 但是 说不准 就 但是尽量 你们俩商量过这事吗 还没有 因为还有爸娘嘛 对 都要毕业了 还不商量毕业去向 天天为这点事儿闹 你们俩心够大的了 我们就想 过好一天是一天 在一块挺好 挺开心的 过好一天是一天 明天就不说了 难怪人妈找你呢 行吧 老师们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听你们俩吵了这么久 呱呱呱呱呱呱呱 没有一点相爱的味道 就是俩玩伴 如果你们不闹到这个台上来 你们半年之后也一定会分 今天呢 只是我们给你半年之后分 加一码 告诉你们 为什么你们会分 因为的确 就如马老师所说 没觉得你们俩在谈爱情 你根本就没上心 女孩呢 你试图上心 但是根本就不会爱 先说男孩吧 第一 半年之后就要毕业了 没想过规划 想的就是 好一天算一天 活在当下 就两个人在一起嘛 所以说顺理成章 你是否是去相信 你心里最清楚 在你的微信上 我看到一个细节 你把他妈妈的那个名字 写成什么了 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至少也是阿姨吧 你写的什么呀 老张 透着那么不尊重 透着那么烦 透着你对这个女孩 以及她家庭的一种抗拒 一种看不起 对吗 你骨子里是看不起这个女孩的 你看不起她爱你的行为 看不起他们家里 对你的那些所作所为 没有一点尊重 你根本就不爱这个女孩 这里当然有她的不是 当然有她家人 对你做的种种 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 但事实就摆在这里 分手是必然的 不要骗自己 你在骗着自己的同时 你在骗这个女孩 好吧小伙子 女孩 会恋爱吗 招呼一帮人 组团给你战场 给你助威 然后帮你去抓住这个男人吗 那是谈恋爱吗 动用自己所有的关系 其实你做的 最最对不起的呀 两个人 一个是你自己 一个是你的母亲 身为长辈 最应该做的是 如何能够尽快地 正确地让自己的孩子 迅速地成长起来 而不是一直 不分程度地 无尺度地去呵护 过度到自己的女儿 都不会谈恋爱了 都得老妈出马了 都得老妈变成了老张啊 何等的没有尊严 都是为了你 你真应该跟他道一个歉 你的父母 我看到那些对话的 那些文字 我看不下去 如果是我有这么一个孩子 我真是舔着自己的脸 真是跪求 跟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去讲什么道理 他最应该讲的 就是跟你讲道理 孩子啊 你得独立啊 你得自主啊 自己判断 用自己的眼睛去审视一个 男孩是否合适你 他是否真心爱你 还是跟你在混日子 他最应该教育的是你 而不是还去教育外人 多丢脸 丢自己的脸 丢自己家庭的脸 何必呢 姑娘我觉得劝你一句啊 先做独立的人 独立思考 独立学习 独立工作 然后独立恋爱 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帮到你 在恋爱这件事情上 越帮越忙 甚至于帮了自己的长辈 自己都没有尊严了 好吗 嗯 OK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齐乐老师 来 胡老师 我不说别的 我就说一句很实在的话 如果你是真想把她 当成自己的准丈母娘 或者想娶这个女孩子 想造成一种好的印象 你就不会那样去回微信 你心里是不在乎的 你心里对于这种交流和谈话 你本身是很不耐烦的 早都不说 就说现在 其实见父母是一件挺 挺有点害怕的事 是有点挺慎重的事 如果第一次见到对方的父母 说话 有的手都不知道往哪搁 这种惶恐不安 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其实是特别尊重这样的见面 特别尊重和对方父母的相处 因为内心害怕 稍有不慎留下个坏印象 将来如果真的成了一家人 如何去相处 但是你们 你们现在有一些年轻人 不在乎这个 过一天算一天 还不知道以后在大街上 要不要叫张阿姨呢 更不可能会变成张妈了 所以也就没有尊重 在这我只想说一句话 爱情本身不是个玩物 你不尊重爱情 你可不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吗 但是你们两人真的没有尊重过爱情 搂搂抱抱 哄哄骗骗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的恋爱 就这八个字 认识每一两天 就老公老婆地叫着 这么不自爱 这么不自尊 那既然你们都不把爱情当回事 都不把珍惜一个人 或者一个人 全身心地把它交给自己 从来没觉得 这是一些很慎重的问题 那爱情回报给你们的 就是剩下啼笑皆非四个字 你们俩在舞台上吵来吵去 我都吵烦了 我听不到任何的 所谓的真情实义的感受 我一点也听不到 因为在整个的相处过程当中 谁也没有用百分之百的热情 和认真来对待这段感情 那你玩我也玩了 如果还想慎重 结束这种嬉闹的状态 如果还想好好地谈 那就认真起来 就这样 追的女孩挺多的 没有 你们去韩国 凭什么去 打工挣的钱 父母的钱吧 我一直认为说 其实谈恋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恋爱这个东西怎么会有条件呢 但是好像经历了很多以后 你会发现说 谈恋爱其实是有条件的 爱情是没有条件的 相爱就好 但是谈恋爱真的有条件 可能老师说得对 然后我以前不够成熟 我就希望你以后别把什么事告诉你妈 然后有什么问题 咱俩解决就行了 我还是觉得这事跟我妈没有关系 就是咱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然后以后咱俩好好的 不这样行不行 那你不告诉你妈 不让你妈掺和咱俩的事 咱俩就好好的 你想最初的时候咱俩多好 她当时送我 你送我一个小房子 跟我说是自己DIY的 然后跟我说到时候拿这个小房子 可以换大房子 那现在呢 我还能拿小房子换大房子吗 如果咱们两个能继续好下去 当然能了 但是你要是老这样的话 我谁受得了啊 那我也不确定能不能换 行吧 回吧两位 回吧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看起来是母亲在参与 其实背后有很多教育的问题 咱们不说它了吧 自己的事自己处理吧 年轻人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图类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宝箱 抽取现金卡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运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乐视网 PPTV剧力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现在咱们就看完这一队怎么选呗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